大家好 这是一台苹果十二 苹果十二的拆屏幕的方向跟十一是相反的 现在我们来拆这台苹果十二看一下究竟是哪里不同 拆苹果十二的屏幕一定要加热 因为他这个防水胶做的比较结实 好 拆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是从右边打开的 它排线在左边 大家看一下 这排线是在左边的 如果你从左边那里拉的话 容易拉坏排线 好 这个屏幕拆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十一 跟这个苹果十二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它里面的结构完全是相反的 苹果十一跟十二的电池的主板呢 就相当一个调换过来一样 跟下面听筒喇叭基本没什么改变啊 还有这个十一跟十二的屏幕排线也是相反的 还有这个苹果十二的 铁片跟这个支架也作为一体的 跟这个苹果十一不同 我没有螺丝可以扭的 然后呢 这个支架一体的话 以后给分离屏幕就是换外屏带来的福利啊 就不用换支架就可以了 直接切玻璃出来重新粘合就可以了 从两个屏对比的话 可以看出苹果十二更薄更迷你的 这屏幕看起来更做的更精细的 整体看这个苹果十二的屏总感觉它是不耐摔的 所以大家尽量贴好膜保护好一点 苹果十二的屏幕材质相对也是比较贵哦 一摔就一千集不见了 大家要拆这个苹果十二的话 一定要记住 跟苹果十一拆机屏幕打起来的方法是相反的 它是在右边打开的 一定要记住不要从左边打开哦 这屏幕排线一断的话就废了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希望我这个视频对你带来帮助 大家帮忙点点免费的赞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